延不了手了 哎呀好有劫子的气氛 Yuppie GoGo 雷达咪食途的小孩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所谓碎碎年年花相似 年年碎碎 人还是相同的呀 还是我 去年答应大家到法国的斯特拉斯堡 去看看那儿的圣诞集市 去呢我是去了 GoGo 雷达咪食途的小孩 哦 斯特拉斯堡好冷淡啊 好冷淡啊 历时一年半啊 我的粉丝终于破百万了 不知道明年的圣诞集 我会在哪里了 兄弟我们会不会还陪着我呢 说着说着我都有一点内幕了 前面好像有个烤肠 哪里 这么大一个大的烤肠盘 说到欧洲圣诞集市呢 有一样东西就不得不喝啊 那就是湾秀热红酒 哦 这个土豆泥 一看上去也不错的呀 这个面感觉是蓬蓬松松的了 你吃 我不吃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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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次 斯特拉斯堡集市最大的圣诞树 但是呢 就人非常的多 而且我也没有吃到一些 具有当地特色的食物 正巧喝奶茶的空档 我就认识了我们频道的一个好兄弟 结果 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 来自德国黑森林峡谷中的 圣诞集市 这个圣诞集市呢 非常的有意思啊 它是在一道铁路桥的下面啊 它位于黑森林最高处 拉文娜峡谷当中 你看这角儿 那就是绝美啊 顺着这个坡下去啊 就是今天我们要去看的 这个神秘的圣诞集市 哇 你看那个上面那个光啊 好梦幻啊 上面还有火车 时不时的这么一经过 这个圣诞集市上呢 都是由这样的小木屋组成的啊 你看各种各样的小木屋 哇 后面就是一棵大的圣诞树 漂亮 开场之前呢 给大家介绍一种 很有圣诞氛围的酒精礼物 哇 它就是用那个糖 进的很高的酒精应该是 哇 找火 哦 虽然有火 哦 好酷 你看这个东西 别人给我介绍的 这个叫火墙红酒啊 咚 虽然说不喝酒啊 但是这么具有圣诞特色的饮料 还是应该尝一下的 好热啊 好多人啊 大家看啊 这圣诞集市虽然小啊 但是小却精啊 除了德国人呢 它还吸引了很多来自 世界各地的其他旅客 你们来看 这一个小棚子好有特点 看什么 哇 上面全是那个 圣诞树的那种装饰啊 这是 这是三文鱼呢 还是那个叫什么 红尊鱼啊 妈 妈 这四个屁 做的虽然简单哈 但是应该味道不错 问了一下老板哈 这个呢 是三文鱼哈 它现场呢 织了这样的炭火啊 现场烤制 也就是我们的熏三文鱼 这边呢 还有炸鱼啊 哇 你看里面炸的 哈哈哈哈哈哈 香气付便 然后搭配了一些 咸味的土豆 淹不撩烈了 哎呀 好有节目的气氛 这个摊味呢 就全都是吃鱼啊 感觉挺有食欲的 咱先吃一个冷的 特别香 三文鱼的质地非常的好 油亮油亮的 吃进嘴里油脂味非常的重 所有人都在这看世界杯 哎呀 点球大战了这样 五八费 咱再尝一下这个炸鱼啊 猪狗鸡化啊这是 这是啥鱼啊 为什么那么软啊 我觉得应该是鱼了 到嘴里那个鱼肉直接化开了 绝绝脂啊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一个乐器呢 就是阿尔卑斯长号 它起源于阿尔卑斯山区 追溯到曾经呢 它是为了在山区之间召唤畜牧群 还有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 大家看这个旋转的东西发出来的声音啊 这应该也是一种乐器啊 但是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乐器 来到德国怎么能不吃它的肉肠呢 德国的猪肉肠也是非常出名的 我后面这一家摊护呢 很快的可都是德国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 你看这个是猪肿 然后这边这个呢就是德国特色的烤猪肉肠啊 它还搭配了一些当地的软的面包啊 一根肠的 哇折断 太好了这个面包是软的 我好怕又是法棍了 德国食物出了名的大份啊 这么大一个 来吧整一口兄弟们 德国盛产肉肠啊 这个肉肠 特别的咸鲜那个味道 而且温度特别好啊 你看像这种冷的天啊 吃一个这种烤肉肠 真的绝了 就跟咱国内吃烧烤似的肉夹馍的意思 可是咱有一说一啊 这黑森里面好冷啊 等一下我先烤一下火 哇冷是吧 看看他们准备了这么大一个烤果盆啊 然后我周围现在全都是在这里取暖的人 好暖和啊 来了德国啊 有一道食物不能不吃啊 那就是德国面疙瘩 它是用面粉制成的 一种没有经过处理的面疙瘩状的东西 哇 你看里面搭配了一些红焙的果酱 然后还有一些肉馅呢 如何跟兄弟们形容这个味道呢 就很像是馒头泡了水一口花开的那种感觉 像这种冷的地方啊 或者是山区啊 他们就很爱吃这种热量特别高的 加入了很多奶油的东西 能够提供他们日常的一个非常大的热量买业 这个老大食材我冷的都发烧了 然后让我都带上他的扛手炮 谢谢 你欢迎来 谢谢 谢谢 这里还有当地人制作的很多很有特色的小饰品 你看这个就是用木头制作的小圣诞树 嗨 这个小店都特别好看 来来来给我照个相子 好漂亮 就感觉很有那种圣诞的那种氛围啊 你看这个爷爷呢 他正在煎一种什么饼啊 那个是骨肚嘛 埋在尝尝都是一些当地的食物啊 没见过的 你看这手法跟咱们烙饼似的 看见没有 这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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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吃的都好有德国的特色啊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 有德国小伙伴可以说一下 还搭配了一些苹果泥啊 哇 这个搭配肯定很绝啊 味道 想起来小时候 爷爷给我炸的红薯饼的那种味道 好吃啊 来尝一下 苹果泥的那个甜酸的味道啊 配上土豆饼的那个油炸的味道 太绝了 这个味道 简直是好吃的 起飞 走吧 咱赶紧去下一家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因为德国的天气呢 非常的冷啊 你看这里的摊饭 还在销售一些啊 用羊毛制成的皮毯啊 各种各样的羊 你看白的黑的红的 所以我们 gerne auch 用这个家的几乎的几乎 在我们家的几乎 在我们家的几乎的几乎 哦 美味 wunderbar 谢谢 一份天烤小蘑菇 这都是黑森林里面找的蘑菇吗 哇 好大一个蒜的香味啊 那个蒜的味道好香啊 这个蘑菇特别的鲜 嗯 这份的干凉完米饭都对不起这个蘑菇 那说到欧洲美食啊 奶酪绝对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东西啊 在我后面的这一个摊饭呢 它正在制作啊 叫什么哈克雷嘛 你看那个奶酪滋滋冒泡了的 然后又把它刮下来 然后放在这个面包片一样 然后再撒一点黑胡椒 哇 做好了 这个东西啊真的必须要趁热吃啊 你不趁热吃那个奶酪就凝结起来了 黑胡椒 有一个微微的一个辣味在里边 哈哈哈哈 嗯 这老板太好了 然后送给我了 他说要享受今天 大家也是哈 享受当下 享受今天哈 兄弟们排面了哈 这位呢 是这个地区的市长哈 所以这位呢 是火在这里的地区的处理市场上 的洋葱的玉米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现在 现在是一个最有名的地方 在黑胡椒的黑胡椒 所以我们有最高的厚重地区的地区 在整个德国的全球 在南部的链巴上 在车路上的车路上 车路上的车路上 这位是一样的车路上 一直在这边的处理市场上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所以来和来和来和来 现在 说实在的这一趟走下来 我觉得这是我去过最有意思的圣诞集市 圣诞氛围也非常的浓 非常感谢我的这位好兄弟给我提供的线报 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 我又在哪里给大家拍圣诞集呢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 记得关注有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